东南亚最大的这个林长类动物园称号 波波门猴园 二十年前熄灯了 但是最近呢 这个土地要卖 那这个这些藏壁园们做的栩栩如生 那我们是请小人国的私户 请他以我们要求的形象 那做出这些栩栩如生的藏壁园 手拿昔日动物园照片介绍门口雕像设计 新竹波波门猴园全区17笔农地和道路 地主打算打包出售 总面积超过两万平 等同于七甲的土地开价三亿一千万 出售土地的消息一处 也唤起当地人的童年回忆 小时候爸爸妈妈有带去过 猴子种类蛮多的啊 看得蛮好的 石头当年柯友伯婆们猴园字样 从高空俯瞰园区内早已经杂草重生 负责人秀珠过去到访游客合照 其中还包含歌手夜爱林 都曾经到此已游 实在是不声嘘嘘啊 想当年是如何的繁荣过 当年后称是全台最大猴园 1985年开幕 2001年因为营运成本考量风源 园区规模大有东南亚最大 林长类动物园之称 封闭之后园内动物则是由六府村继续接手 民国九十年有一场纳地台风 那一场台风的风雨非常非常的大 这个园区也难以恢复那些设施 那兄弟们年岁也不小了 然后我们的后代也各有各的发展 还是趁我们还有能力处理的时候就把它处理 新竹伯伯们侯员这回适逢竹四三拓宽工程 地主决定全树出售土地 也让许多在地人勾起满满 童年回忆 3D新闻章号一楼配于新竹采访报道